故本经中 余慧诸大菩萨 行共遵修 普贤大司之德 普贤之德者 十大愿望 道归极乐 自立立他 无有穷尽之德 极乐大司 尊心普贤之德 佛教于土众生 戒心普贤之德 道就是一段 菩萨十大愿望 在前面做了 简单恶药的报告 这十月 他最殊胜之处 是引导我们 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 不能不居足 普行十月 要认真地修许 离经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 众生 这两个字 它真实的意思 是众缘 活活而生 众是众缘 众缘活活 那么哪一法 不是众缘活活的呢 诸佛如来 众缘活活而生 菩萨 也是众缘活活而生 声闻缘 许 设法界 一正庄严 变法界 虚空界 所有一切现象 大臣 释出世间 这些神仙 把它归纳为三大类 自然现象 精神现象 物质现象 全是众缘活活而生 菩萨神愿 要帮助这些众生 欲言尘 佛道 正如华言经上所说 情与无情 同缘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圆满 居足 菩萨神愿 菩萨神愿是信的 圆满的流露 这众生里面有静 有软 生文远 生文远 这沉静 六道里头 一阵庄严 这是然 有善有悟 悟道中身 确实 有一些 无物不足 其心动念 残害 东凉 害好人 这些人 这些人 有没有 菩萨神愿 有 有为什么还做坏事 因为他迷了 你一社里要自信 他才干坏事 世间人 不知道 干坏事 要报复他 英国里头 不饶他了 真的 英国确实不饶他 那 佛菩萨呢 佛菩萨饶恕他 为什么呢 佛菩萨尊重他的本性 不在乎他的习性 道理在此 为什么 为什么 本性是真的 永恒不变 习性是假的 有生有灭 千变万化了